想知道当红的话题用英文怎么说吗 跟着News ABC听时事学英文 Come on everyone 欢迎收听News ABC 我是来自文藻外语大学传播艺术系的玉峰 我是丽萱 我是外语教学系的佳蓁 你们知道吗 在飞越比佛丽这部电影的演员 陆克派瑞哈女儿Sophie 最近在IG上透露说 她已经过世了父亲选择用环保的蘑菇装来回归尘土 诶 蘑菇装是什么啊 我没有听过诶 你不知道吗 这套衣服就是由有机面制成的 里面含有蘑菇和其他微生物制成的生物混合物 有助于溶解清除尸体内的土壤中的毒素 并提供给植物养分 因为我们人体含有有毒污染物啊 像是铅跟拱 所以呢在分解和火化的过程中 会释放到环境里 那这套蘑菇装呢 对我们自然环境生态可以说是非常的环保 除此之外啊 这个蘑菇装也有专门为毛小孩所设计的哦 那我们现在就用刚刚的新闻来学一些单字吧 刚刚提到的蘑菇装的蘑菇的英文是 那我们现在用蘑菇来造一个例句吧 那这一个例句的中意是指说 你知道有些蘑菇是有毒的吗 那我们刚刚在文章中有提到呢 我们人体会释放出一些有毒的物质 所以释放的英文单字是emission emi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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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们现在就用释放来造一个例句吧 那这一句话的终于是指说 二亚化碳的排放量持续上升及影响着我们的环境 下一个单字 有机棉 organic cotto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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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们现在就用有机棉来造一个例句吧 there are lots of companies use organic cotton to make the clothes there are lots of companies use organic cotton to make the clothes 那这一句话的终于是是指说 有许多的公司呢会使用有机棉来制造衣服 那今天的听新闻学英文就到这边哦 我们下次见拜拜 本单元由高雄广播电台与文早万语大学传播艺术系 文早网路电台合作直播 谢谢收听